12月18日上午台南市学甲警分局将复派出所 受理许姓民众置于将军区三级里地区仓库内时代共460斤胡麻被切案 今天逮货涉嫌偷窃的赖庆男子他公称因没人要收购 将偷来的胡麻都倒在海里 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成立查七小组兵分多路查访将军 学甲北门麻豆西冈等地区炸麻油工厂有无可疑人在黑麻仔来卖 并寻导物收购不明来源黑麻仔将销售管道断绝 经多日查访及被害人执政 发现辖内43岁赖庆男子涉嫌重大并在赖住处埋伏多日 今天上午8点有所徜徉其证律员在赖庆住处查获盗案 赖坦承设案公称因胡麻无人要收购 已将黑麻仔丢弃在马沙沟大海 警方一切到罪嫌疑送侦办 赖庆男子偷窃胡麻 除为未被偷走的记者吴正修翻社分享 赖庆男子偷窃胡麻还剪断铁窗 记者吴正修翻社分享 赖庆男子又试行偷窃胡麻 记者吴正修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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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